第361集 傅恒义制定的训练计划 都是按照大部分的体能极限来分配的 刚开始完成的人绝对是少数 被叫嚣制定的训练计划不合理 傅恒义也没有发怒 只是淡淡地扫了那几个新兵一眼 问道 那你们想怎么样 其中一个新兵 大概是这帮新兵里能力出众者 代表大家站了出来 提出来要和傅恒义部队里的人挑战一下 要是老兵们能完成傅恒义制定的那些项目 那么他们就绝对没有二话 老老实实去训练 但是要是完不成 那么傅恒义就要为没有根据实情 来制定训训练计划的事情 向他们道歉 傅恒义对此没有任何意见 他自己训练出来的兵 要是连这点训练量都完成不了 那么他也可以考虑将这帮人进行回炉重造了 当时上级领导刚好来视察 自然看见了这一幕 于是来了兴趣 说要亲自观摩这场对抗赛 对抗赛一共五天 除了一些基础项目 还有野外生存 前者其中在两天 后者是最后三天 基础项目对于尖刀的人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完成得轻松无压力 新兵们看到这一幕 其实心里已经明白了 自己和老兵的差距 但是和傅恒义约定的 是只要有一项可以胜过老兵 就算他们赢 所以对于最后一项 野外生存的训练 胜利是势在必得 为了让对抗公平公正 傅恒义并不参与 但是最后一天 上级领导 却让傅恒义带队 去偷袭这两支队伍 测试他们 对危险的应对反应 傅恒义自然是不会拒绝的呀 而就在出发前的十分钟 傅恒义正准备 将手机关机的时候 接到楚云荣的电话 得知沈建兰出事了 傅恒义哪里顾得上什么对抗赛 将事情交给了沐连城 自己就离开了 但是上级的好几个领导 都在指挥室里看到了这一幕 傅恒义的领导看到 他们的脸都黑了 要不是傅恒义的能力和军衔 再加上中间有人斡旋 傅恒义这次确实不只是写个检查这么简单 头儿 这次这批新兵里面有好些不错的苗子 今年我们应该可以补充进不少新鲜的血液了 快速吃完了饭 穆连城跟正在写报告的傅恒义说道 傅恒义文言停下了手中动作 报了几个人的名字 这几个人情况如何 这是离开前他重点关注的几个对象 那这个人就是我正要跟你说的 他们在对抗比赛之后表现都不错 尤其是像一同进步十分惊人 针对这几个人 训练量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倍 他们的体能已经超出大部分人 按照普通的训练量 根本激发不出他们的潜能 那行 回去我将训练计划做适当的调整 第一次正式考核 必须淘汰掉一半以上的人 傅恒义又说了一句 新兵训练两个月 会进行第一次考核 穆连城文言 脸上有些犹豫 淘汰一半 这个比例是不是有点高啊 这批的新兵质量很高的 要是以往 淘汰一半倒是没什么 傅恒义没有改变主意 我们要的是精兵中的精兵 以后他们面对的都是生死考验 而不是一次次军事演习 而且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面对危险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培养他们 要是没有过硬的本事 等于是去送死 所以这次的考核 加上一项心理测试 穆连城也知道 傅恒义说的有道理 能进他们部队的 说是千挑万选都不为过 好 这件事我会着手安排 傅恒义将电脑里的一个文件 打印出来 这份是我最近制定的训练任务 你先看看 然后给其他几个教官看 穆连城拿起那份训练计划 翻看了几页 发现一些项目 后面都背注了某些人的名字 名字后面还有一些数字 一时之间没有明白 陶儿 这些名字和数字代表什么 这些人 在这项目上的训练时间 穆连城顿时就明白了 这份训练计划 是傅恒义根据每个人的体能定制的 一想就能明白 傅恒义虽然赶回去了 但是心里还是惦记着基地的事情 这份训练计划 想来花了他不少精力 好 我现在马上去召集其他几个教官开会 穆连城说完就离开了 傅恒义恩了一声 继续和检查书做着奋斗 他一点也不担心 接下来的训练 几个教官能不能安排好 他对自己训练出来的兵 还是很有信心的 尤其是穆连城 如果将来要征选新的队长的话 他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傅恒义花了一夜的时间 才将这份检查写完 领导仔仔细细地 将这份检查从头看到尾 倒是写得挺深刻 行了 这件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这次的新兵甄选 擅美很重视 你不要再给我出岔子 傅恒义严肃着神情 是 领导又问了一些 关于新兵训练的情况 知道傅恒义心里 已经有了打算 也就不再过问 他虽然是基地的领导人 但是 这训练的事情 他从来不插手 都是傅恒义一个人做主 傅恒义先去训练场地 看了看新兵的训练情况 看了一会儿 他就回了宿舍 先给沈青兰打了电话 沈青兰正在和傅恒义 一起插花呢 这两日 他忽然对插花来了兴趣 每天都会跟傅恒义学 能跟女儿多多相处 傅恒义自然是乐意的 今天过得还好吗 孩子没闹你吧 电话刚一接通 傅恒义就问道 语气十分温手 孩子很乖 没有闹我 孕吐反应严重吗 嗯 好多了 今天就早上起床的时候 吐了一次 早饭的时候喝了一碗粥 吃了一个鸡蛋 还吃了两个包子 沈青兰很仔细地 汇报着自己的情况 从傅恒义回到部队以后 她每天都会打电话 询问沈青兰的日常 尤其是饮食方面 傅恒义听到 沈青兰的胃口不错 脸上的神情放松了一些 靠在椅背上 声音温手 想吃什么就跟赵姨或者宋嫂说 现在天气转凉了 早晚冷 衣服都穿一件 别仗着自己身体好就不在意 知道吗 嗯 我知道 你在部队里 也要照顾好自己 又说了几句 傅恒义才挂了电话 对上楚云荣 含笑的目光 沈青兰嘴角轻勾 妈妈 你当初怀孕的时候 爸爸也是这么啰嗦的吗 你爸可没有恒义这么欣细 当时 沈青还一心铺在自己的事业上 满心都是自己的部队 自己的兵 楚云荣怀孕了 也就是比平时里多几个电话 可不像傅恒义似的 一天三个电话 关心沈青兰 每餐吃什么 不过 男人的心一般都大 像恒义这样的都是少数 我们家青兰的福气很好 没有哪个母亲 看女婿对女儿关怀备注 会不高兴的 沈青兰的心情也很好 将最后的花束插完 拿起来看了看 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 妈 这盆呢 就放在客厅里吧 楚云荣笑着点点头 对了妈 明天我们该去周医生那里了 沈青兰忽然想起这件事情 说道 楚云荣的病情 经过大半年治疗 加上沈青兰的配合 已经好了大半 但是还是要定期 去周医生那里检查一下 这段时间事情太多 沈青兰都差点忘记了这件事情 提起自己的病 楚云荣现在一点也不忌讳 行 不过 明天我们晚点去 你现在早上 这是需要睡眠的时候 多睡一会儿 等一下我就跟周医生打电话 让他把时间往后挪挪 沈君豫知道 明天 沈青兰和楚云荣 要去周医生那里 自告奋勇 给两人当司机 做完检查 周医生 对楚云荣的恢复情况 很是满意 趁着楚云荣 上卫身间的间隙 对沈青兰说 你母亲 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只要继续保持 现在这样的生活状态 以后她的病 会复发的概率很低 闻言 沈青兰和沈君旭 心里也放心了 尤其是沈君旭 她小时候 是亲眼见过 楚云荣发病的 当知道自己的母亲 一直被这个病折磨 并且折磨了 十几年的时候 以往对楚云荣的不理解 都变成了心疼和自责 周医生 没有给楚云荣配药 她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需要药物治疗了 从周医生那里走出来 车子刚开出去没多久 在一个街角转弯处 沈君旭忽然猛地 打了一个方向盘 随之一辆车子 就擦着他们的车身 开了过去 刚刚要不是沈君旭 反应得快 恐怕两辆车 就会相撞了 因为是突发情况 沈君旭和楚云荣 毫无防备 整个人直接往后倾 沈君旭一手扶住了 驾驶座的椅背 倒是没事 反倒是楚云荣 脑袋重重地 撞在了玻璃上 发出了很大的声响 但是她却没有来得及 顾及自己头上的伤 第一时间 抓住了沈君旭的手 秦岚 你有没有怎样 神情很是着急 沈君旭已经停下了车 第一时间下车 检查两人的情况 沈君旭是一点事情都没有 见两人紧张地看着她 微微一笑 我没事 没有撞到我 文言 沈君旭和楚云荣 顿时就放心了 楚云荣 这才感觉到 自己头上的痛 捂着自己的脑袋 抱怨道 现在的人都是怎么开车的 对生命一点也不负责 沈君旭 也是冷着一张脸 刚刚 真的是太危险了 要不是她反应快 后果 真的是不堪设想 而且做事情 一点担当都没有 竟然跑了 楚云荣 很生气 刚才 沈君旭忙着查看 沈青兰和楚云荣的情况 没有看清楚 那辆车的车牌 沈青兰 却是看清楚了 虽然 是个不熟悉的车牌 但不知为何 她想起了 前段时间 跟踪她的那辆 白色面包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